杨志 attends 現在進行國是論壇 每位委員 歡迎三分鐘 請黃委員招順 主席賴院長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想今天早上我看到報紙 行政院又在預告說 4月要調電價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想到2月的時候 當我們的消保官宣布說 可能在3月下旬中旬以前 就不會衛生紙不會漲價 但是也造成了 我們全民豐買衛生紙的運動 同時這樣的新聞 也上了英國的BCC的國際新聞當中 讓我們覺得 我們的國家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上國際新聞 其實是蠻可恥的一件事 從那一天一直到現在行政院就邀請業者去喝咖啡 說喝了咖啡我們的衛生紙就不會漲價 但是我要讓院長知道 3月1號 本席的辦公室特別在去買衛生紙 原來一大包是89塊 但是兩天前2月的時候是75塊 所以短短這幾天 漲了14塊 換句話講也就漲了20% 將近20%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漲價 讓人民怎麼樣有信心呢 我想這一波的漲價的過程當中 我們清楚的知道 包括7-11超商 小杯的咖啡 通通都取消了 不管是機塊 或者是連鎖店等等 以往 我們人民所有的小切信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我要告訴院長 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回得來嗎 而且行政院邀請大家去喝咖啡 真的做到了抑制整個的物價了沒有 今天行政院又告訴我們 4月要漲電價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不管是我們勞工的薪資 或者是我們整個人 每天所需要的東西 我們怎麼樣能夠真正的 讓人民有信心 我想這是我們現今行政院必須要做的 如果行政院連衛生紙都讓我們不放心 連咖啡都讓我們喝不到 那全國的人民對行政院絕對不會有信心的 今天我們看到蔡政府不斷地在做意識形態 挑剖很多我們民間當中大家的對立 這樣子的一個對立 假借轉型正義 我們相信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希望院長今天坐在這裡 能夠實際的去了解 我們整個外界民生的狀況 千萬不要讓我們整個國家陷入聯污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請林委員立場 蘇院長 賴清德 還有我們的內閣 我們今天的同仁媒體朋友大家早 其實大陸會台再出招臺灣仍然無法去留財 那繼續空轉 大陸會台正是近日來公佈了31項的會台政策的措施 其中有12項是給台資跟大陸企業同等的代議 19項是提供我們國人與大陸同胞之同等代議 範圍涵蓋了我們的影視文創 學術教育我們的醫療 金融等相關產業 面對大陸逐步推動對台相關的優惠政策 本期十分擔憂 臺灣到底還有哪些優惠條件 可以讓人才留在臺灣 留在國內工作呢 我們以教育之言來看 近日台大的副校長 土木系的教授我們康教授 才去了加拿大的伯達大學去任教 那再來清大 清華大學有三位資深的教授 就被香港挖腳了 交通大學甚至一整個團隊都到歐洲去了 面對臺灣的高教紛紛出走 現在大陸又出招了 措施來拉攏我們的高教的 那等於又給了我們人才外流的一個很大的道路 開了一個很大的道路 此外 會台政策的第三項 還提到 臺灣的科研究科技研究機構 高等教育企業在大陸註冊獨立法人 就可以可牽頭或參與國家重大研究計畫的項目申請 享受以大陸同等的政策 簡單來說 假設臺灣的大專業校跟學術單位 只要在大陸註冊獨立法人 不但可以招收來自全世界的學生 還可以申請計畫 同等於直接在大陸設立分校 甚至連產協合作 管道都幫你架設好了 本席要在這邊說 大陸的沿染人才 來衝擊的不但是我們的企業 還有我們基本的人才資源 那我們做了什麼 本席再次呼籲我們的蔡政府團隊 我們的賴院長的內閣團隊 其實應該要放下政治的鬥爭 廣聽民意 不要繼續造成國內的階級對立 族情隔閡 應該要想出一個積極的作為 為我們臺灣留住人才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一敏 院長 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在場的行政院的官員 大家早 今天是元宵節 首先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幸福平安 今年10月24日 即將要舉行 這個全國的地方公職人員的選舉 除了是被視為民進黨完全執政的 其中考的考核外 國民黨認為 應該要協助全國的人民 透過公民投票 讓高在上的政府官員 聽到一般民眾的真正的心聲 而由於民進黨造勁的能源政策 導致全台火力發電廠 火力全開 結果造成全台的空污平傳 紫暴的天數創新高 學生體育課被迫要暫停 而民眾罹患肺癌的人數也節節的增加 節節的上升 上週日 我們高雄舉辦了Mizuno國際馬拉松的大賽 而由於連日高雄的這個空氣的這個品質不佳 高雄市環保局在22日起 持續要求前20大的工廠配合降載 減排 並且要加強這個灑水 掃街 減少陽城 減輕空氣污染的壓力 結果呢 我們高雄有兩萬多的這個國際的這個人士 還有在我們國內的這個選手 參加了這個比賽 還是看到有很多的選手是戴著口罩 在那邊賽跑 那但是呢 平日的這個紅害這麼多 但是我們全高雄市的277萬的市民呢 卻沒有同等的待遇 賽事的當天仍然是紅害紫棒 許多的選手棄賽 或者戴口罩的出賽 可見這應變的減排的力道是不足的 根據新修訂的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治的辦法呢 所以政府在去年跟今年 兩度的啟動了這個緊急的應變 但是呢 因為它的規定是說要二分之一以上的縣市 有受到這樣子的紅害的威脅才來啟動 但是在中南部 人口高達52%的中南部呢 雖然紅害頻傳 但是緊急的這啟動 卻不啟動 所以可見這個緊急應變的這個措施 它的規定 實在是有要修正的必要 另一方面 近來呢 我們衛福部的部長之前 也松口說要開放日本的核食要進口 日本人不願意吃的核食 卻逼我們台灣人要吃下去 顯見呢 蔡政府是故意要犧牲我們民眾食的安全 更不要講說整個的檢驗的建制都還沒有完成 我們也看不到檢驗的效果 而之前像統一食品 他們發現的 還是自我檢查才發現的 所以本席在此呢 呼籲全國民眾站出來 支持 副會委員的通過總結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王委員惠美 蘇院長 賴院長 各位官員及我們的同仁 在過去的歷史中 唐代發生了安時之亂 那時候是皇室為了爭奪權位 但是呢 在現在的台灣 蔡政府引發了現代版的一個安時之亂 卻只是讓民眾去搶購滿足日常生活的一個衛生紙 那國際原物料上漲 物價波動早有跡象 工業及文化用紙多次的調漲 在去年3月就已經帶動了一波衛生紙的一個漲價 那民進黨政府積極在政治鬥爭 漠視民生 直到這一波衛生紙搶購潮之後 才警覺到物價影響民生 可能帶來的一個政治衝擊 但目前行政院除了啟動穩定物價小組 消保會進行了調查 還有公平會以聯合漲價 來恫嚇葉子之外 只會口頭喊衛生紙不缺貨 然而一句3月中都不會漲價 卻挑起了民眾 對物價上漲的一個敏感神經 反而變成了搶購行為 推波助瀾 衛生紙是家家戶戶 男女老少 每天都必須要用的必需品 政府不斷喊話 卻阻止不了搶購的風草 本席認為 首先是薪資衛長 物價企漲 雖然政府推加薪 但多數的中小企業都不願意更進 因為一日一休 已經造成了資方成本的一個增加 那還有空間可以來幫員工加薪呢 因此台灣薪資長期的停滯 才會對物價波動這麼的敏感 好好的拚經濟才是解方 對於衛生紙的一個上漲 本席認為 這只是萬物起漲的一個開始 而國內知名的景氣研究機構也告訴我們 政府必須擔心之後的一個連鎖效應 我們舉幾個例來說 台灣人民常用的藏備的藥品未散 最近的漲幅高達了三成 大罐的一罐漲到了百元 而白肉雞呢 價格從去年 每台金的二十六元一路竄升 到現在的三十一點三 漲幅有兩成 也有數十業者頂不住成本的一個壓力 將漲幅調到五到三十元 這些訊息都告訴我們 台灣的物價恐怕回不去了 面對物價上漲 現在的台灣人民 心中只能抱持一個最卑微的一個想法 那就是到沒有漲價的地方去消費 然而在萬物皆漲 只有薪水不漲的情況之下 通膨可能是下一個未包彈 民眾的荷包沒有最小 只有更小 我本席要奉勸民進黨政府 誰能載舟也能復舟 如果只是積極的在政治鬥爭 而罔顧民生 最終將是會被民意來唾棄的 謝謝王委員 謝謝王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歐柏 主席蘇院長 賴院長 行政團隊 本院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本院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在新春期間 整項目標給大家 但是呢 老太太呢 卻回說我呢 有什麼好命 那 歐柏呢不免了疑惑 老太太貪了一口氣說 沒有老爸可以叫 沒有老媽可以叫 有什麼好命 老太太雖然已經95歲了 他的爸媽當然不在 但是他記憶的深處裡面 卻是有老爸老媽的客戶 有爸爸可以叫 他認為這樣才是真正的好命 那即使他現在身為真祖母 我想他的心靈 依然能夠感受到 父母叫喚那種幸福 那歐伯呢 家父不幸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往生 我爸爸往生之後 媽媽一直很苦苦的跟我相處 年近90歲 今年89歲 仍然失序非常清晰 也是偶通目明 那歐伯可以承翻膝下 可以叫喚 我覺得我是一個好命的孩子 那我認為很多的幸福呢 是不可能教導跟言傳的 但是有些幸福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用自己柔軟的愛心呢 每天多叫幾聲爸媽 看到爸媽喜夜的笑容 聽到爸媽溫暖的叮嚀 就會自己是一個非常好命的孩子 那反過來想 歹命呢 就是不知道珍惜父母的慈愛 甚至用出言人語 或者是一些冷漠的眼神 來對待爸媽 那這樣忤逆的行為呢 即使有多大的錢事 或者是金錢呢 都是白走了一生 歐伯也因為這樣子來明白說 原來有爸爸媽媽可以叫 是老太太真正的幸福 我想在座的各位行政首長 我們爸爸媽媽也許在也許不在 但是我們內心裡面 如果還存留這樣的幸福 我想我們就是一個好命的人 在這裡互相勉勵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各位同仁 近來有許多的學者 都在警示我國的人才流失非常嚴重 已經到了快要崩壞的一個程度 我們的高教人才頻頻被國外挖腳 包含台大的副教務長 清大的三位資深的教授 還有交大一整個團隊 都陸續離開台灣 這個是老師的部分 我們看學生呢 高中畢業生留學國外已經創下新高 像今年香港的中文大學在台面試 學生那種趨之若鹜的這個場面 真的讓人家非常的震驚 英國的牛津經濟研究院 他做了一個研究報告指出 台灣的人才缺口到了2021年 比例將成為世界第一 所以這個人才赤字的危機相當嚴重 希望行政院一定要正式積極來解決 為什麼會有這個高教人才赤字的危機呢 其實主要還是因為 國外的學術在經費上面比較多 研究的空間比較大 比如說我們國內 我們的教授可能近二十年來 他的薪資只增加了三千元 那香港 像我們隔壁的香港 他在短短的時間薪資就提高了兩成 另外在學生的部分 當然是因為台灣嚴重的低薪的問題 這個我們又要跟我們韓國來比 韓國 今年將基本的時薪再調漲 百分之十六點四 從原本的6470到現在的7530韓元 相當於台幣208元 如果換算成每月的工資的話 已經相當台幣四萬五千元 這跟我們台灣22K 真的是相差甚遠 所以我們台灣不能在原地踏步 在內耗了 這怎麼解決呢 希望我們賴政府要仔細的來思考 短期來看 我認為還是要採取比較靈活的人才的政策 應該能夠稍微解決一下 人才赤字立即的燃眉之急 比如說我們鬆綁外籍白領人才來台的限制 另外外籍學生來台念書也應該鬆綁 念書以後留下來在這邊工作 繼續研究或投入產業 這個也要鼓勵 另外在長期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的產業做轉型 把經濟的柄做大 發展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 所以如果只要企業能夠比較高的獲利 我相信勞工的待遇自然可以提升 也會創造更多的機會 所以我們的赤字 人才赤字已經相當嚴重 希望我們的賴政府不要再裝睡了 謝謝吳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 歡迎的委員 均以歡迎完畢 現在休息 吳委員 詞書 characters 吳委員 不打探 不搞 我們 這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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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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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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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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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